提到何润东和陆毅 大家一定会想到 比如说阳光帅气这样的关键词 那其实这二位也是台湾和大陆的资深青春剧小生了 虽然说他们俩长了一张青春不老的脸 让我们没有感觉到时光的流逝 但是这二位的年龄的的确确离不惑之年已经不远了 这样的年龄还适合演青春剧吗 最近何润东就受到了这样的质疑 演爱人生也是被一些观众觉得 你演那个角色的年龄有点大了 然后自己觉得有什么想法吗 对这种说法 好吧 首先我要说 我年龄也真的不少了 只要大家观众看得开心就好 9月13号是何润东满39岁的生日 而在新剧中与他饰演情侣的女主角李沁 要比他足足小上15岁 甚至在戏外还喊他叔叔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这种年龄差距的影响 始终走阳光大男孩路线的何润东 突然做出了不再接演青春剧的决定 根据观众的那种说法 去改变一下自己的心路吗 我觉得一项街戏都是我自己觉得 喜欢什么角色什么剧本 我觉得除非除非真的除非 有一个真的是让我觉得 不接不可不接会后悔一辈子的一个偶像剧 巧合的是 当天与何润东出席同一场发布会的路易 也是演青春剧出身 而比何润东只小一岁的他 也即将步入中年男性的行列 不过相比于何润东来说 长着一张娃娃脸的路易 可是一点都不服老 想来路易有这种好心态也是理所当然 早在2006年 路易就与豹磊结婚 如今两个人的女儿也已经五岁了 相比之下 还没有完成自己人生大事的何润东 有点着急了 其实我应该要向路易学习 我要赶快结婚生子 是家里人有催婚吗 这个已经催了太多年了 催了都已经 我耳朵听烦了 然后他们也催得烦了 因为每年我爸他都会 基本上我生日的时候 他都会跟我讲说 儿子每年有三个愿望 你可以保留其中一个愿望 就许一个明年结婚生子 可以吗 我觉得或许在这个戏杀青了 跟路易相处这一个多月之后呢 一杀青那天 我就可能会找一个对象 随便就闪婚 然后赶快生个小孩 对